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都在封平板 也因为平板实在是夯到不行 这脑筋动得快的台湾科技业者 马上就开发出许许多多的平板电脑 而且每一个产品都试图在平板这个竞争机业的市场上面找到利基 首先我们要为您介绍的是技嘉科技 它的平板电脑不仅是一台平板电脑 它还可以当作是笔电 甚至可以成为一个桌机 一机三用同时又拥有超强的性能 创新的概念荣获了台湾精品奖的肯定 一直以来电脑都是这样使用的 现在电脑可以这么用 从笨重的不得了的桌机 电脑的样貌随着时代演变不断在改变 而且运算能力越来越强 越来越方便携带 渐渐地NB取代一大部分的桌机 这是PC产业的低波变革 没想到小笔电诞生了 小巧轻便 放进随身手提包就可以带着走 搭上3.5G网卡随时可以上网 这可说是PC产业第二波的变革 但是小笔电没有崩光几年 很快的 它的一代风华又被新的产品给掩盖 iPad的问世以及热卖 使得兼具NB以及智慧型手机特色的平板电脑 TipDep一样成为市场上的明星 各家平板电脑陆续问世 在竞争激烈的市场上 主机板起家的技嘉科技 推出的产品最受到瞩目 它的经典骑士机T1125 不但是一台平板电脑 还可以是一台笔电 甚至能够当桌机来用 三合一的创新研发 在同质性颇高的产品中 博得3C迷一片好评 把触控功能的小笔电翻过来 变成一个平板 在插上机座之后 家中的大萤幕 马上可以读取小笔电里面所有的资料 但是小笔电也还可以持续地运作 两边互不受影响 那这个好处是什么呢 这刚好去符合我们可能在Windows里面 下面有一个多功使用的功能 可能我们在这个大萤幕 它就可以同时观看影片 那小萤幕的部分 我们就可以使用这些MSN 或者是网页浏览的功能 比如说你可以一边看电影 一边上Facebook 同时跟朋友分享 你目前看电影的一些心情 然后马上把你这个多功功能的使用 整合在这个双萤幕的应用上面 这个独具巧思的设计 堪称是笔电研发的极致 技嘉以这个产品抱走台湾精品奖 技嘉科技资深副总裁马孟明 是一手打造技嘉NB版图的灵魂人物 早在2007年做第一款小笔电时 马孟明就用了平板的概念在里面 让8.9寸小笔电 有触控以及翻转的功能 可以变成小平板 那个时候 以触控功能为主的智慧型手机 开始受到市场的欢迎 技嘉刚好有做触控手机的技术 所以把它用在NB上面 对技嘉来说 不算是件太难的事 只是小笔电荧幕的按键都很小 回到办公室把资料尻回桌机 也相当麻烦 所以马孟明开始想着 怎么样进步改良 于是就有了Booktop产品 一推出就震撼市场 那Booktop我解释一下 就是所谓的Desktop加Notebook 所以我们截取了两种产品的一个 一半的意义结合成一个新的概念 叫Booktop 那在我右手边这第一款 就是用小笔电做的Booktop 那它就是可以在外面的时候 是一个小笔电 那么当你回家了以后 这是一个很normal的小笔电 可是当你回家以后 可以把已经有一个转换做一叉 那么不管是keyboard 萤幕 老鼠 网络 印表机 全部就连线 而且还可以充电 那这时候你就拥有一台桌机 所以这个是我们第一代 做Booktop的观念 一代接着一代演进 得到台湾精品奖的这一代 已经是集过去之大成的一流产品 这台三合一的多功能产品 11.6寸的荧幕大小 携带性不输给小笔电 但是里面的CPU和显示器效能 都是桌机的水准 它使用的是英特尔中上等级 Core i5的CPU 高效能又兼顾了 消费者很在意的体积大小 背后代表的是 厂商纯熟高超的技术能力 那因为我们要把所有的 一定效能以上的零组件 整合在一台11.6寸的机器里面 那么包括像散热 还有像电源等等 那怎么去做一个平衡的教条 我不能为了效能就忽略了 让优秀觉得好热 或者很耗电 那我也不能因为体积很小 所以我就把整个机器的效能 调得比较低一点点 因为我们的目的要当desktop 要能当桌机用 所以当你效能不够的时候 那当桌机的意义 只是图具形式了 肺旋转的可扩充式机座 是这台电脑最经典的地方 也是马莫名最自豪的地方 电脑放上去之后 不管怎么动 背后的一堆线都不会缠绕成一团 不但桌面变得很整齐 整个使用经验也变得很愉快 那当然在纯技术上来讲 里面遭遇了很多很多的困难 因为一个很简单的concept 可是你要把它做出来的时候 是因为没有人做过的 所以包含像这个转换座 光是可以转换 在这里面都有很多 很高速的信号要去传递 所以光是在这地方的研发 我们就停顿了一段时间 怎么去能够把转换座 做得很简单 也许你只是一个动作 你不觉得有什么 可是在技术人员来讲 它因为不同意往的东西 就会花了很多时间怎么去克服 既然有平板的功能 触控荧幕就是必备的了 技嘉考量产品的竞争力 以及品质触控荧幕的选择 花了不少时间 所以你怎么样在零度的环境可以用 那又怎么样在45度的环境可以用 那像这个touch荧幕的 怎么去调整它 跟厂商怎么配合 这也是花了蛮长的时间在做的 平板电脑最在意的影音功能 马莫铭要求的更高 他希望影音效果能够有专业等级 所以这款产品特别取得THX 认证的优化音效 还有四个双音录的立体声喇叭 它的音效也的确让许多3C米感到亚异 11.6寸的小笔电音效 已经超过一般大笔电的效能 现在大家在做这个 Notebook已经不是单纯的 只是用来工作了 包含娱乐啊等等 那尤其我们在做平板上面 有很多的影音 特别适合用touch来做控制 那么所以我们就考量说 那既然客户可能会用到很多的影音的软体 那么所以在音效上面呢 我们就特别去加强 那我们特别跟THX合作 那在新加坡的实验室 那我们就把机器送过去 和他们的工程师一起去校正 然后呢去把这个音效呢 做到THX的认证 马莫铭说这么做 其实是延续 希望NB要能够当成捉机的主轴 不必让消费者买了笔电之后 又要特别去接一对喇叭 才能听到好声音 一切的原则是让消费者觉得 越简单越方便使用越好 USB 3.0一直是技嘉 非常专注研究的领域 在笔电系列里面都陆续再导入 得奖的T1125 也用了最新的USB 3.0界面 这是一般平板电脑很少见的规格 为什么这么大手笔配备USB 3.0 马莫铭说既然要处理领域档案 USB 3.0的高速才能够给消费者好的感受 因为平板电脑的容量不大 那每一个人可能都有随身碟 那么在资料的移动的时候 可能会花时间 那USB 3.0几乎是过去的USB 2.0的10倍速度 所以当你有一笔资料要储存 可能是一个电影 或者是一个影片 或者是一个很大的data 那么你很快就可以把资料传递完毕 那所以USB 3.0来说 对于未来我们生活当中 有许多的不同的周边来说 会有蛮多的应用会需要到 Nobook有Nobook的限制 有Nobook的优点 桌机有桌机的强出跟桌机的优点 那怎么样我们可以给消费者一个 不要露死了哪一边 就是说你买一个产品 你两边都兼顾了 所以我们就结合了桌机的优点 跟Nobook的优点 才开发出这样一个叫 BOOT UP的概念的产品 BOOT UP的概念